好,那各位同學我們就開始講今天的補充的內容 那各位聽得到我的聲音好了 好,那我就開始講 那以後從這禮拜開始每個禮拜四都會是由助教來講新的內容 那這禮拜我要講的是Graph Neural Networks 那因為這個是第一個禮拜遠距離教學 所以有些東西還在實 那如果有不方便的請同學多多包涵 那一開始就是各位如果等一下有問題的話 因為我如果要看那個Google面的那個聊天室會有點麻煩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用slido然後加進去 對,然後我會隨時看slido有沒有問題 然後如果有問題的話我就會直接回答 那我們就開始講今天的那個課程 那我們今天會進行的東西大概就是會先講一下 簡單的介紹一下Graph Neural Network它在做的事情是什麼東西 然後呢會簡單介紹完之後 我們會來看一下我們今天會講的內容具體而言有什麼東西 然後介紹一些比較重要的task 還有dataset還有benchmark 今天的頭影片是會 今天的應該是會錄影的 我確定我有沒有錄到 對,我現在是有在錄影的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 然後 接下來我們講完這些task之後 我們會講最重要的就是兩個方法 我們是怎麼使用GNN的方法 GNN有兩種方法 講完之後我們會講GNN的應用 好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介紹 那Graph Neural Network呢 這個詞它包含了兩個關鍵字 一個就是graph 一個就是neural network 那我相信各位既然是修machine learning 然後也寫過幾次作業 各位對neural network一定有一定的認識了嘛 這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multi-layer perceptron 它有一個input layer 它的output layer 然後還有中間有很多hidden layer 然後hidden layer是由一些weight 還有bios都組成的一個model 那除了這種最簡單 最陽春的neural network之外 那各位在寫作業的時候 應該有寫到用到cnn 或者是rn 那甚至是如果你有想要用的話 你可以用更潮一點的transformer 那這些都是neural network的例子 好那 如果各位不知道那是什麼的話 沒關係就是不重要 今天也不會用到這些東西 好那問題是 大家知道neural network 但我相信大家也知道graph是什麼東西嗎 如果你有修過資料結構演算法的話 那你一定對這個東西非常的熟悉 這是一個rbtree 那rbtree它就是一種特殊的graph 那我們知道graph它是一種資料結構 這個資料結構它是定義在兩種東西上面 一種是node一種是edge 所以在這顆rbtree上面 它的node就是這些紅色跟黑色的東西 那我們可以看到node它會有不同的特性 有紅色的節點有黑色 紅色的節點也有黑色的節點嘛 然後我們也知道它的edge 它有不同的性質 它的edge的性質就是這些方向 這些從root往下指的這些東西 那所以node有它的性質 edge有它的性質 好那各位如果說 你沒有修過資料結構演算法 你說你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 沒關係 那我相信各位應該有修過高中化學 高中化學你一定有畫過長得像這樣的東西 你不一定畫 你不一定認知它是什麼分子 但是你就知道它應該是一個分子嘛 它是一個 它就是某個分子 那這個分子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graph 那這個graph上面的節點就是這些 可能沒有畫出來的碳原子 還有氫原子 然後它這個graph上面的edge呢 就是原子跟原子間的間接 好那所以我們在這個graph上面 如果我們把它當成一個graph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node 也是有不同的性質 它有不同的原子 那這個不同的原子就是不同的性質 那它的間接它的edge 它也有不同的性質 它有一級鍵 或是一二分之一鍵 那就算它全部都是一級鍵 碳氫鍵的一級鍵 跟碳碳鍵的一級鍵 它也是不一樣的一級鍵 好那就算它是一樣的 它都是碳碳鍵 那也會因為它碳碳鍵旁邊它的碳 是接了什麼東西 而有所不同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graph 它它的edge不只是會因為它兩邊連結的節點不同 它還會因為這個節點它連結到其它的節點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 所以graph它是一個非常就是有一種很連在一起的結構 它就是一個連在一起的東西 好所以 這是另外一個graph的例子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兩graph它都非常的小 那其實我們在處理的graph 也可以有更大的 就是它的大小可以是更大的 這是一個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的graph 那上面每一個節點 它代表就是身體某一個組織它的 某一種蛋白質 那兩個蛋白質它有連在一起的話 它如果有一個edge 就表示說它們兩個是有interaction的 那這個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的graph 也是我們會處理到的graph之一 好那如果各位說這三個東西你都不熟 你覺得這個好像脫離你的日常生活太遠了 那其實日常生活中也有一個 大家一定都看過的graph 就是台北節運路線圖 那台北節運路線圖它的節點就是這些節運站 節運站有不同的性質 它可能 它可能是高架的 它可能是地面的 它可能是側視月台 可能是導視月台 那這些edge上面的edge 就是節運站跟節運站之類的連線 它也有不同的性質 它可以是高運量的 它可以是中運量的 它可以是輕軌 所以說graph它最重要的 我們要強調的就是 它是有節點跟邊組成的 節點有節點的性質 邊有邊的性質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問的是說 好那我們為什麼會需要用到 grab neural network呢 然後另外我們要怎麼把一個grab 塞到一個neural network裡面 今天neural network長這個樣子 那我要把它的input 原本我這邊放的可能是一個sequence 可能是一個文字的sequence 可能是一張照片 但今天如果我想要把剛剛講的那些grab 放進來這個neural network裡面 然後我要把它位到這個model裡面 那我要怎麼讓model 可以同時知道它是grab的這個structure 而且我也要讓它 就是知道它每一個node跟h的feature是什麼 所以這就是grab neural network 它要處理最大的一個問題 好那我們先跳過這個方法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一下 grab neural network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第一個 假設說我有一個 有一大堆不同的分子 然後我想要訓練出一個classifier 然後告訴我說這個分子會不會導致突變 所以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的問題 那我的dataset就是 就是我有很多label好的data 告訴我說這個分子它是會導致突變的 有些分子也是不會導致突變 然後我希望最後train出一個classifier 然後這個classifier 可以讓我知道說 我隨便今天丟進去一個它沒有看過的分子 然後我想要問它說 這個東西會不會導致突變 那這就是一個classification的問題 那除了classification的問題 那graph neural network它可以處理的 還有其他的問題 像是generation 那現在大家知道這個 新型冠狀病毒非常的嚴重 然後大家都很努力的在開發新藥 那開發新藥的過程 我們就需要 投入大量的金錢還有 一些資源嘛 那如果我可以把開發新藥的過程 因為開發新藥我們就要做的事情 我們就是要找出某一種化學的分子 然後這個分子可以有效的對抗病毒 那如果我可以用一個neural network 然後我train出一個generator 然後這個generator 它可以生成出我想要的分子 那我們就可以省下很多開發的資源嘛 所以想法就是這樣子 我可不可以有辦法train出一個generator 這個generator 或者說它是一個decoder 它只要吃一些random noise 然後再加上我要求它生成出某些特定 有某些特定條件的一些分子 然後呢它就可以給我這些分子出來 那這個y這個condition它可以是說 我希望它是一個好合成 因為我最後就是生成出來的這個分子 我希望它是一個可以被我合成出來的藥物嘛 所以我可能是希望這個y它的condition 它是一個很好合成的藥物 或者我希望它是一個成本很低的藥物 或者我希望它是一個吸引藥 我不希望它這個modeltrain出來 最後塗出來全部都是RCT 是沒有任何意義嗎 所以我希望它是一個吸引藥 所以我可以加很多不同的condition 所以我只要train出一個這樣的model 那我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當然這個model它不一定生成出來 都是合理的化學分子啊 像是這些化紅色的線 就是它生成出來是違反一些化學原理的 好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也會講這個東西 可以用什麼辦法來做到 好那這些東西我們剛才講的前面兩個例子 我們的input或是我們的output 它都很很清楚它就是一個graph 所以你可以很輕易的理解 為什麼我們需要用graph neural network 但是有些東西你看起來它好像不是一個graph 你也完全不會覺得它是graph 但是我們其實是可以用graph neural network來處理它 像是什麼呢 像是下面這個例子 像這個例子是最近日本很紅的一部日劇 它是叫做特休斯之船 那它裡面就有很多角色 然後劇情的部分呢我就不多講 反正它最後就是要 它要做的事情就是它想要找到 這個是主角 然後它想要找到陷害它爸爸的兇手是誰 好那 就是找兇手這個過程呢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classification的問題 它有這麼多角色 那每個角色呢它都有它的一些 每個角色我們叫做它是一個entity 那entity它有它的attribute 所以它的attribute就包括它的名字 可能包括它的年齡 可能包括它的職業 可能包括它的在哪裡出生啊等等等等 好那這些東西呢我就可以拿來 當作是一個人的feature 然後train出一個classifier 那這個classifier我們的train的方法很簡單 我們就是丟進這個人 它的名字 它剛才講的那些feature 然後我們就會告訴這個classifier 假設我們已經有label了 就是它 這個主角一定會知道哪些人一定不是兇手嘛 然後 它就可以訓練出一個classifier 告訴它說這個人 不是兇手 這個人不是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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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呢 train完一個classifier之後 然後最後問它說這個人會不會是兇手 所以我在testing的時候 我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好那這件事情 當然是一個 你當然是可以這樣做 因為 你有這些feature 你就可以直接train出一個classifier 但是有一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有忽略了什麼東西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利用的資訊 但是我們沒有完全利用到 好那各位在看日劇 或是韓劇的時候一定會 或是什麼小說嘛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角色的關係 角色跟角色之間是有很複雜的關係的 它是一部穿越劇 所以它角色看起來很奇怪 他們兩個是姐弟 他們兩個是福西 他們兩個是師生關係 他們兩個是同僚的關係 他們是鄰居的關係 他們是鄰居的關係 還有很多很多不同複雜的關係 那這些複雜的關係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在做classification的時候 有一些額外的資訊 可以幫助我們做更好的modeling 所以這樣子的underlying structure 還有relationship 就是我們用GNN的另外一個原因 我們要怎麼樣同時考慮這個entity它的feature 並且考慮它跟其他entity之間的關係 而且我們不只要考慮這兩個entity之間的關係 我們要同時考慮所有entity之間的關係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要用graph neural network 好 那問題是我們剛才講到的graph neural network 它都是非常非常小的 小的graph嗎 那我們今天可能 我們的dataset非常的大 它可能是好幾千個好幾萬個節點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面 我們要怎麼來做訓練呢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當我們今天的model 當我們今天dataset非常非常大的時候 我們不可能可以把所有的data都做labeling 那當我們沒有辦法把所有data都做labeling的時候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在同時利用我們有限的label 以及這個grab整個 整個grab它的structure 這樣的狀況下面 我們要利用這兩個行有的資訊 然後train出一個好的model 那我們來看下面這個例子 好像有人的麥克風沒有關是不是啊 大家就是 好 謝謝 好 那 像這個例子呢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graph 那它上面有兩種不同的node 一種是label node 一種是unlabel node 那 那 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label node跟unlabel node 它的數量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們在某些應用上面 我們的unlabel node 它可能是遠大於label node 那在這種狀況下面 我如果想要學到一個好的node representation 也就是說我想要 知道說這個node 我想要抽出一個比較好的node feature 那我要怎麼利用我僅有的這些label data 以及它跟它旁邊這些鄰居的這些structure的關係 然後來訓練出一個好的model呢 那我們可以很直觀的想 就是進駐者是進末者配碼 一個 節點跟它所連接的這個節點 它應該會有某種相似的關係 或是它會有某一些特定的關係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些特定的關係 然後 來幫助我們的model 學習一個好的node representation 好 那問題是 我們要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要怎麼把它鄰居的這些資訊 arrogate 或是 先不要用arrogate 我們說 我們要怎麼用它旁邊的這些鄰居 跟它相鄰的鄰居 然後來幫助我們的model做訓練呢 好 這就是我們要問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可以用一個 我們先回想一下 我們在convolution裡面做的事情 我們在一個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裡面做的事情呢 假設我要做convolution 那我要對這個人 這個綠色的框框 我要用一個三乘三的kernel做convolution 那我就會放一個kernel在上面嘛 然後跟它做相成相加 然後 再來如果想要算 跟這個黃色的 做convolution的話 那我一樣 把這個kernel移到旁邊 然後一樣做相成相加 好 那做完了之後 然後 我就可以得到它在下一層的feature map 長什麼樣子 可是這件事情 我們要怎麼generalize 到grab上面呢 grab我們有沒有辦法 放了一個kernel在上面 然後呢 給它做相成相加 位置上的方式來做convolution 這好像就 不是這麼的容易 好像不是那麼的容易 好 所以 我們要怎麼樣 把我們的no feature 放到一個feature space裡面 然後我們想要用convolution的方式 好 那第一種解法 第一種解法 就是說 我們可以generalize 我們在CNN裡面用的方法 也就是我們在CNN裡面做的convolution 是我們其實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是看它的鄰居 然後我們用它的鄰居 來update這個feature map 那第二種方法 它比較神奇 它比較玄妙 它用了傳統上 我們在做signal processing的一套理論 我們先把這個信號 轉到fueler domain裡面 轉到fueler domain裡面 我們再把 轉到fueler domain的信號 跟轉到fueler domain的filter response 做相成 相成之後我們再做inverse filter transform 我們就可以得到 我們最後經過filter的信號 好 那我們第一堂課 我們會focus在這個第一個solution 然後我們第二堂課會再 比較深入的講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graph signal processing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會講到的內容有哪些 第一個我們會講到的內容就是convolution 也就是我們要怎麼在grab這樣的data structure上面做convolution 好 那有兩種 一種是spatial base 一種叫做spectral base 也就是我們剛才講的第一個解法跟第二個解法 那第一個解法大家 我先把我們等一下會講到的方法列出來 大概有這幾個方法 那現在大家看不懂aggregation是什麼 沒關係 等一下會詳細解釋 好 然後spectral base 我也會講幾個比較重要的代表的一些model 然後講完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會來看一些比較偏理論分析的東西 很少 非常少的理論 因為我知道大家也不會想聽太多理論 所以我只會講兩個很簡單的model 好 那講完理論的東西 那就是這麼多的model裡面 大家最後其實最喜歡用的還是gat跟gcn這兩個model 好 我們講完model的部分 我們就會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用這些gm的model 然後用在一些常見的task上面 包括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像是我們剛才前面舉到的兩個例子 或是semi-supervised learning 還有representation learning 所謂的representation learning 就是我想要學到一個比較好的feature 不管是nodefeature還是grabfeature 好 再來呢 我們可以 有時間的話 我們可能可以講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grap generation 就像我們剛才提到的 我們要怎麼去合成 我們要怎麼讓grap neural network 它去合成一個新的分子出來 好 最後最後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我們會講一些grap neural network 在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上面應用 好 聽起來 grap neural network跟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聽起來像是八竿子打不著的東西 但是就是有辦法把它扯在一起 好 那到這個地方 看看各位有沒有要問什麼問題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繼續講 好 那我們現在簡單講一下 grap neural network上面會用到的task 然後還有dataset 然後還有benchmark 那這個東西是 應該是這個月初才出來 有一組人 就是因為 大家在提出一個新的model的時候 你必須要說明說你的model有多好 那我們就是做實驗來衡量說我們的model 它的performance有多好 但今天假設說 A這組人他提出A這個model 然後他用了一個A這個dataset B這組人用了B這個dataset C這組人用了C這個dataset 那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很難就衡量說這個model 我們很難客觀地衡量不同的model之間的比較 所以我們要用一些benchmark task 然後來衡量model的performance 然後還有很重要的就是 這些benchmark task 你在切training set跟validation set的時候 必須要是一樣的 你才能比較 那各位可能在做座位1 或是座位2的時候 已經有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當你的dataset很小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overfit 你可能會看到你的分數在public board上面是第一名 可是你在public board上面掉了100名 這就是因為 homework1它的dataset非常小 所以如果你那個 那個validation set切得 跟我們的public的那個data太像的話 那你就會overfit很嚴重 然後你就會以為說你做得很好 所以在GNN上面當然也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必須要有一些比較好的dataset 比較大的dataset 比較公平的比較方式 然後來衡量說 今天提出來一個新的model 它到底有多好 那衡量的方式 它的test 包括以下這五個 那以下這五個 我想我們等介紹完所有的model之後 我們再一起回來看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一起比較 會比較清楚 所以我們這邊先跳過 我們先看 spatial-based graph neural network 好 那我們等一下這節課 就是 這節課剩下半個小時 我們就介紹 spatial-based graph neural network 好 那 spatial-based graph neural network 我們先回憶一下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是怎麼做的 所謂的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我們做的是 假設有一個6x6的image 然後我們用一個3x3的kernel 來做convolution 那假設它在layer i 它的feature map 長這個樣子 然後在 我們想要用convolution 這個operation 然後來算出 它在layer i加1的一個feature map 那我們用的是3x3的kernel 假設這個kernel長這個樣子 那 如果我們對這個綠色的框上做convolution 那它就是 或是correlation 它就是 把對應的位置相乘相加 也是做內積的動作 做完內積的動作 我們就可以算出 綠色這個格子是多少 然後 我們也可以 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kernel 往右邊移 我們就可以算出 黃色對應的這個格子 它有多少 好 那問題是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東西 generalize到grep上面 那假設我的grep inputgrep 它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grep 它在layer i的時候 它的feature map 是長這樣子 也就是它的node 每一個都有一個hidden的feature 那我希望透過一個operation 叫做convolution 然後算出來 它在layer i加1的這個feature map 那 根據我們剛才的這個 在CNN裡面用的那個方法 假設我們現在關心的是 我們怎麼把這個h30 這個3代表就是 它是第三個node 然後0是 它在第0層的feature 然後這個1就是 它在第1層的feature 好 我現在想要看 這個東西 我要怎麼update成這個東西 好 那做的方法很簡單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方式 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要看它的 就是我們剛才在CNN裡面 我們就是看它9個 如果是一個3乘3的kernel 我們看的是它9公格裡面的那個0g 好 好所以現在在這個grem裡面 這個節點它的鄰居有誰 它的鄰居有這個 這個這個 所以我們就用這三個節點 它的這個hidden feature 然後呢 來update這個東西 好那這件事情 我們在CNN裡面叫做 所謂的arrogation 就是我們用neighbor 用neighbor的feature 也就是這些neighbor的feature 來update下一層hidden state 也就是說我們用這幾個東西 然後來update它 好 那 呃 grem上面每一個節點它的hidden feature 我想要知道的還有就是這個grem 整個grem的representation 那什麼時候我會需要做這件事情呢 像是我們剛才在做 就是那個 預測會不會突變的這個問題 我要預測的並不是每一個 如果它是一個化學分子的話 我要預測的不是每一個原子它的feature 我要預測的是整個化學分子的feature 那這時候我就必須要有辦法把 最後一層的這個每一個節點的feature 合起來 變成代表它的grem的一個feature 那這件事情我們叫做reout 也就是把所有的節點 集合起來 然後代表整個grem 好所以這個東西叫做reout 所以我就可以拿最後這個東西來做 整個grem level的classification 或是prediction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實際大部分的model 是怎麼做的 好那第一個我們介紹的是nnforgrem 好nnforgrem這個model呢 它做的方法是這樣 假設說我有一個inputgrem inputgrem長這個樣子 然後呢它有 它是一個有五個節點五個編的很簡單的一個grem 那input layer它每個節點 它都會有它自己的input feature 那假設說你這是一個化學分子的話 那每一個原子代表就是一個node 那不同的原子它會有不同的feature 那你可以用任何跟原子有關的化學性質來當它的node feature 那這個node feature 我們必須要先經過一個embedding layer 然後來得到一個embedding 所以我們會先把它做類似embedding的事情 那embedding的方式當然就是我們就直接用一個embedding matrix 然後得到了它的這個feature 那對每一個節點都做一樣的事情 好那現在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我們要怎麼做errigation 那我們假設說我們在下一層 我們先看這個節點它要怎麼 它的hidden feature要怎麼被update 那它update的方式根據我們剛才講的就是做errigation errigation就是看它旁邊這幾個節點 它這個節點旁邊有誰呢 旁邊有這三個節點 所以我要把他們三個的東西errigate到這個新的feature map上面 那errigate的方式這個node for grip它這個model 它用的是把這三個東西全部加起來 在經過一個transform之後得到的東西 再加上原本的這個input feature 好所以我們就得到了它的這個 它在第一層這個節點它對應的hidden feature 好所以我們再講一下它做的方法是什麼 它做的方法是我們把旁邊的鄰居的東西先加起來 所以它用的是sum 它加起來之後再加上它原本input的feature 好那接下來我們講完errigation之後 我們來看它怎麼做readout這件事情 那readout它做的方法是這樣 假設說我疊了很多層之後 就是它也可以疊 那個gm它也是可以疊很多層的 那疊很多層之後每一層都做一樣的事情 那疊了很多層之後 假設我疊了三層 那我就把每一層的nodefeature全部加起來 各自先相加 所以第一層我把它加起來變這樣 第二層我把它加起來變這樣 第三層我把它加起來變這樣 第三層我把它加起來變這樣 全部加起來之後 各自經過一個transform 再加起來變成一個 一個feature 就是代表它整個graph的一個feature 所以它readout它是這樣做的 好所以nnforgraph的model它是這樣做 接下來我們來看 另外一個叫做DCnn的model 那DCnn它的名字叫Diffusion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好有人問說為什麼要直接加起來這樣會比較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相加呢 如果如果說我用相加的話 如果我不用相加 你可能也會問我說為什麼我不要用相加 所以就是 就是你要用什麼方法都可以 那等一下還會有更多奇怪的方法 那對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它還有很多其他方法 所以Aggregression的方法大部分都是用相加 那我覺得用相加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的graph上面它的那個 每一個節點它的鄰居數量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不用相加的話可能會很難去處理 就是那個 好 不同的很難去處理鄰居數量不同這件事情 那有人問說為什麼不要像Convolution上每一個連續 把它全中加起來 這個是可以這樣做沒有錯 那等一下我們也會看到有人是這樣做的 然後我現在電腦好像有點當調 所以我等它一下 好 那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那我們來看DCNN它這個model怎麼做 DCNN一樣假設我有一個input graph長這個樣子 那它做的方式它在下一層的update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呢 我把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4在寫什麼 這個是告訴我們說 我把跟這個節點跟3這個節點距離是1的節點全部加起來 所以跟3這個節點 距離是1的 就是這1 2 3的節點 它跟這個v3它們的距離都是1 距離是1 距離是1 所以我們把它全部加起來 然後取平均 它這邊用的是平均 好 取平均之後再做一個vfn 所以 每個節點我都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好 那在第二層的時候 第二層它做的事情比較特別 它並不是用這一層的feature來update 它是用這一層的feature來update 那我們來看看你們做的 它做的方式是 我把 跟它距離是2的feature加起來 好 那跟這個節點距離是2的有誰 就是距離是2的是這個 這個 還是一樣是它嗎 然後還有 它自己回來 距離也是2 所以我就會把 這兩個節點它的feature加起來 但它加的不是這一層的p 它加的是這一層的feature 好 所以 在這樣的狀況下面 假設我疊了k層 它就可以看到它的kneighborhood 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每一個節點都做一樣的事情 做完了之後呢 我可以把這一些feature 排起來 就是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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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0 這是 這是第0個節點 第一個節點 第二個節點 然後第四個節點的feature 把它排成一個矩陣 然後 下一層也可以 然後假設我疊了很多層 那我就會有很多個矩陣 我把它全部疊在一起 疊在一起 好那假設我最後要做node classification 所以我要算出一個node feature 那我們剛才有講過 我們剛才 這是一個節點 這是一個節點嘛 所以 同樣的這個地方 它代表的是某一個節點的feature 那我們就把這個東西拉出來 然後它經過一個transform之後 我們就把它代表 這個節點 它的 feature 好那另外一個很像的model 叫做diffusion graph convolution 那這個model它做的事情 它 剛才這邊是用什麼 剛才這邊是concaderny 在一起嘛 那這邊就直接把它全部加起來 然後全部加起來之後 就 就 就做完了 好 好那我們接下來我們來看 另外一個 model 叫做mixture Model Network 好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剛才有人問到說 為什麼要直接想加 我不能就是取我一些sum嘛 為什麼 就是 每個鄰居它應該會有 應該是要有不同的位置 因為每個鄰居它的 重要性應該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直接無腦把它相加起來 好像沒有考慮到一些 鄰居跟鄰居之間的一些 權重 好那 這個model它主要就是要處理這個問題 好那它做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 一樣我們還是一樣拿到這個圖 然後假設我update是這個東西 那它的鄰居有這三個嗎 那我今天在 做 aggregation的時候 我不要只是用直接加起來的方式 我 定義某一個 權重的方式來代表他們 節點跟節點間的距離 好那它定義的方式是這樣 這 3跟0 3跟2 還有3跟4的距離 它把它定義成是 degree 這兩個節點的倒數 也就是說 它的 這個節點它的degree是2 所以 然後這個節點它的degree是3 所以這個u30就會是 呃 就會是 根號3分之1 根號2分之1 所以 對於每一條邊 你都可以定義出它的一個u30 然後你再用這個u30 這個u30它就代表了某一個距離的概念嘛 所以你用這個距離 然後經過一個transform 然後 來做waiting sound 所以你就不要直接相加 你用它的距離來做waiting 那當然這個距離你可以選任何你喜歡的東西 好 那 接下來 這個距離 是你一開始就定出來的嗎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 就是 一開始就定出來 還不夠強 你覺得應該要讓model自己學 那後面會有讓model自己學的東西 好 接下來講一個很有趣的 比較有趣的 也是蠻有趣的model 叫做graph stage 那 這一點我們要講 我只是要講說它的aggregation 除了用min min pooling就是把它全 把鄰居全部加起來 或是max pooling 就是 對鄰居的feature做max pooling 它還用了一種是LSTM 也就是說 它用一個LSTM LSTM就是我們平常在處理sequential data 就是long short term memory 的那個model 然後我們來把 它的鄰居的feature 位到一個LSTM裡面 然後把最後它的hidden state 當作是它的output 然後拿這個東西來做update 好 那你可能會說 LSTM它處理的就是sequential data 可是我們拿了一個 這個鄰居它對於一個節點來說 它的鄰居不應該有任何的順序可言 所以說 用LSTM LSTM來做的時候 它就會 隨便亂sample出一個順序 然後每次update的時候 它都會sample不同的順序 所以它最後可能就可以學到說 去忽略這個 順序的影響 然後學到一個比較好的 好 但是呢 就是用LSTM它的performance 並不一定會特別好 那最後我們會比較一下 所有model的performance 所以我這邊都會先 先暫時不講實驗的部分 好 再來我們來講 Graph Attention Network 那Graph Attention Network 它 重點就是 我不只要做weighted sum 我這個weighted sum的那個weight 我要讓它自己去學 那 它做的方法就是 我對鄰居做attention 那什麼叫做 對鄰居做attention呢 做的方法是這樣的 假設我有一個 Input Graph講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 Input Graph呢 假設我想要算的是 這個節點 它的 它在下一層的heathen reputation 要講什麼樣子 那我就對它的鄰居做attention 做attention的方式就是 我要去看 它的鄰居 不同的鄰居 它的weight要怎麼給 那給的方式就是 我會去算 用這個跟這個feature 然後去算出一個 我們叫做energy的東西 然後對這兩個 它也可以去算一個energy 對這兩個 它也可以去算一個energy 然後這個energy呢 就代表了 對於中間這個節點來說 H20 它有多重要 對於它來說 H20 有多重要 對於它來說 H40 它有多重要 所以我們透過這一些 energy 或是透過這些weight 我們用這些weight 來做weight 然後得到下一層的heathen reputation 所以這個 東西叫做 Graph Attention Network 好 所以每一個節點 我都可以做一樣事情 就是對它的鄰居做attention 那Graph Attention Network 就是我剛才前面有講說 大家最喜歡用的其中一個就是它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 稍微比較理論的東西 叫做Graph Isomorphism Network 那它是最近幾 因為最近前面那幾天 前面那幾個方式 大家就是直接用 大家也沒有管說 為什麼它會work 那Graph Isomorphism Network 它就告訴我們說 有些方法是會work 有些方法是不會work 所以它有提供一些 理論的證明 那理論證明 我相信大家不會有興趣 那我就講一下它的結論 它的結論 告訴我們說 我們在update的時候 最好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做update 那這個方式是什麼 這個方式就是說 對於某一個節點B 它在DK層的heathen representation 它要update的方式 應該要先把它的鄰居 全部都加起來之後 然後再加上 某一個concept 成語它的 自己的heathen representation 好所以重點就是 我們這邊要用farm 我們不要用min min pooling 我們也不要用max pooling 好為什麼不要用min pooling呢 為什麼不要用max pooling呢 我們先看下面這個例子 假設有這兩個不同的圖 那我如果對 我要對這個東西做heathen 我要對v做heathen 那我對v做heathen 那我對v做heathen的時候 如果我用的是min pooling 那你看這兩個東西是一樣的 所以它群面跟這三個群面 會是一樣的 所以min pooling 在這樣的狀況下 它就沒有辦法分辨出這兩個圖 是不同的圖 那同樣的如果我做max pooling 它們兩個是一樣的 它們三個是一樣的 所以我做max pooling的時候 max pooling的結果 也沒有辦法分辨出這兩個不同的圖 那另外 假設像是這樣的圖 它的max pooling 會有問題嗎 就是 大家可以看就知道為什麼它會有問題 所以min pooling跟max pooling 是會有問題的 所以它就告訴我們說 你要用 就是你一定要用sum 不可以用min pooling 也不可以用max pooling 然後另外呢 再加上 中間這個節點的feature 好那這個heathen呢 它是說可以讓model自己去學 但是它 它在自己的implementation裡面 它告訴我們說 用0 就是一層給人0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什麼差的 所以 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 你在做aggregation的時候 你就是要把 包括自己 然後還有所有邻居的東西 全部加起來 然後再過一個multi-layer perceptron 然後就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 好 那大概是這個樣子 到這個地方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想我們在這邊先休息個10分鐘好了 那等一下10分鐘過後 我再繼續講後面的東西